Hello Art 大家好 我是杰儿 叫做《古今一超越》 其实我们雅界画廊一直在气球探讨 亚洲艺术价值的里面的 不管是跨时代 跨领域 或是跨文化的对话 所以说《古今一》其实是一直我们很想制作的一个展览 同时间我们在二楼的VIP室的展区 我们其实展了一个赛露露的收藏展 电影的技术好了 动漫的技术好了 其实在2013年的时候已经宣告终止 因为现在大家看到的动漫电影 或者是什么都是数位所完成的 那手工的赛露露 手工画的这种卡通片已经不复存在 就是卡通的赛露露片 其实也是一个它本身文化的残片 或者是文化的遗迹 《古今一超越》的赛露露片呢 在2020年4月第一次登上了苏富比的拍卖场 拍出了非常亮眼的成绩 那么赛露露片是原稿吗 严格来说赛露露片不算是原稿 而是2013年之前 将原稿变成动画的手工上色稿 在那之后就用数位代替了 第一个是大家最喜欢的《龙猫》 然后还有《魔女摘极变》 跟很多年轻男性都喜欢的《魔法公主》 宫崎骏她都是一两个小时的电影 并不像其他的卡通片是连载好几年 那所以她相较来讲 她的数量一定是更为稀少的 她跟你去买一张海报 或者是说看一部电影的情感 还是完全不一样的体会 因为我们今天在这边 真的热影看到这个赛露露片的时候 我真是惊讶于她色彩跟画素的性质 我相信在电影上或是电视上看到的片子 跟你亲眼看到赛露露片的那个感觉 还是有一些差别 其实说实话我也是为了这个展览 有回去重新看了这几部片 根本就是一个艺术作品 它是用手画出来的那种手感 真的是完全不一样 电影的画素是放电影荧幕这么大 可是当这么大的东西 它浓缩并不是把画素降低哦 它是全部浓缩在这个尺寸的 Cellulo边上的时候 对眼睛来说简直是极度的享受 我自己是非常喜欢这一张《魔法少女》 当它被那个三神吞噬的时候 我们特别在装摆的时候 会把它后面的线稿的一部分留下来 你就会感受到 工作室在做这些作品的时候 手感的热度 你看俩记拿了这一张 你可以看到几个层次 就是说你在电影 它上面这一片赛露露片呢 一般人不是做美术的 可能不知道这什么东西 它是有点像一个file夹这样子 然后中间可以加一片线稿 那你就照着线稿在下面 然后画师会在上面开始描 这个线稿 它其实不是每一张都长得这样 它可能有一张只有眼睛扎一下 它那一张赛露露片就只有眼睛 就不会有这个神兽的部分 它就会一直抽换一直抽换 其他的画面它都是一层一层 每一张赛露露片的长相是不一样的 那这张就是小梅刚刚掉到 龙毛的肚肚上的时候 龙毛张开眼睛的那一刹那 然后它收藏的这个对比 比如说有这一张角度的时候 它就去找一个对照的角度 对 成为一对 然后那边也有姐姐和妹妹 对 姐姐妹妹 一起的一对 看到原作 还可以看到收藏的pattern这个模式 很多事情在学习的时候 如果你喝咖啡喝过最好的 吃东西吃过最好的 看画看过最好的 你就知道标准在哪 一部动画电影电视卡通 可能有几万张色稿 但只有少数如同完整的画作 能被保留下来的更是寥寥可恕 有人相遇的话 我也会想要带一站回家 在那之前 我们也可以期待未来前往 宫崎骏的吉普利美术馆欣赏 或者等待前往即将在 2022年7月开幕的 艾芝吉普利乐园 Hello Art 我是吉儿 喜欢今天的节目 请按下订阅还有小铃铛 跟着Hello阿特 美学再也不陌生